來電視機前面的玩粉 準備好你們的尖叫聲吧 因為我們要歡迎的就是 綜藝玩很大 闖關最認真的 黃隊小隊長KID 林博生 還有新任的黑隊小隊長謝坤達 今年KID跟吳宗憲憲哥 第五次以綜藝玩很大 入圍了意志及實境節目主神獎 KID在各種情境當中 猶如少年的激昂情懷 給予觀眾一種真切的感動 而吳宗憲憲哥則是 異裝異邪永遠是情商在線的前輩 彼此的角色互補堪稱一絕 太帥了 帥帥帥帥帥帥帥 帥到我完全無法直視耶 想要先恭喜一下KID的歌 雖然之前已經恭喜過好多次 可是呢 你成為人夫之後呢 又當爸爸了 沒錯 今天算是帶著我記得小孩的福氣 來拿第三座獎啦 小野人的福氣 對… 那因為呢 Rita有跟我說 就是你那老朋友特別說 在他心目中 你是今天的紅毯第一帥 要不要跟他告白一下 我特別講出來了 這個有點就是 好像在助衰我說 好像不是第一帥的感覺 沒有啦 他心目中的第一帥 因為真正的紅毯第一帥在我的左邊 因為嘉燕也說我是紅毯第一帥 好帥喔 斗帥 斗帥 狗馬 斗帥 斗帥 不過那個昆達 因為你剛升任黑隊小隊長嘛 你會想說明年的這個時候 也跟KID還有憲哥一樣 再次入圍我們的主神獎 你剛好說到我的心情 因為其實今年 就這一次我是第一次來參加 金鐘的紅毯 那我算是一個見習生 那我希望明年呢 可以以真正的入圍者身分 然後再跟KID再走一次 真的很期待 那我今年如果得獎的話 你會送我幾個愛馬仕 今天金鐘就是都在講愛馬仕喔 都要是不是 幾個 今天不超時 我先送我自己八個愛馬仕 八個 想要問一下KID 因為你已經第五次入圍啦 因為我對你的認知 其實你得失心還是很重 要不要真心化一下 這一次得失心怎麼樣 其實今天真的是平常心 然後我跟達哥呢 就是真的已經有想好 我們今天這個 來走紅毯的一個目的了這樣子 目的是什麼 一個任務 這個偷偷的先不跟大家說 然後等到完成之後 我就覺得今天晚上 就當作是去參加一個party的感覺 好 太好了 謝謝兩位 希望你們今天晚上可以成功的拿獎 一定要拿獎 好不好 然後才能看到那個亮點對不對 是 你好台北 很高興買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唱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 最近看到了什麼 唉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我還那個飛機的 轟轟轟轟轟轟 他哥最怕的 他 他有憤怒指在裡面 好 好 好 convex in season 6 Dating Heroes 如果在一起 你嘛 冬甭 你不再 我一些人 你不再爱来 alguma 嬷 艾 чув�� 妈咪